哎呦喂 你看到没有 哎 我发现就真的里面那种散开的呀 就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美食 不知道哪里真的好吃 我真服了 我干嘛呢 你懂吗呢 还不懂 这差评都评成这样了 你还好不好吃呢 吃这方面你真不如我 来 我给你们看看 这差评差的乱收费 怎么全是疫情啊 全是疫情 体验感 结差 属于环境差 服务差 口味不懂 这是恶意的 恶意的 老板态度 哎呀 你不懂了 这家的老板特别有腔调 他再好吃我也不去 我告诉你 这个餐馆如果不好吃 我这个送给你 别别别别别 没意思没意思 我真不是 我这个送给你 大哥 你这老古董 老破烂 我叫他干什么 打动少女的心就靠他 少女的心 这是个啥啊 哇 这是八音型啊 对啊 哦 那他能换铁片吗 哦 铁片在这个地方 这一百年前的音响娱乐系统啊 这个能抵一台车啊 确实是比较能俘获少女 不是 能感受艺术的气息 哈哈哈哈 我心里该乖 我觉得那家赛坊啊 咱们去试试 走走走走 是吧 你别耍赖啊 等会儿 我不耍赖 啊 硬说不好啊 倒是我 那不会 不会 不会 走走走走 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这家差评最多的摩托菜馆 它到底好不好吃 走走走走 八剑 做一下我的老皮鞋 你可拉倒吧 这老皮鞋 你这样吧 你还是做我的吧 好吧 我这也算你地背的同盟失踪地了 哇 凯迪拉克XT5 空间看着挺宽敞的 哎 老车开多了 你哦 要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嘛 这我倒想看看了 走走走 咱们出发 走 哥 你说他这有腔掉 我到时候进去以后要说不好吃 不会打我 哈哈 我陪你去 应该问题不大 哈哈哈哈 还有很多菜 你一定没见过 没见过 对 这些啊 都是有历史传承的老品牌 啊 就像凯迪拉克一样 哎 不过你作为老车 我现在做的这种新款的凯迪拉克车里面 你觉得有什么感觉不一样吗 首先啊 它的科技性更强了 坐起来比我那台老车啊 更加舒适 底盘质感啊 更加强 我那个老弟 我也感觉像船一样 呼呼悠悠悠的 你说的那质感啊 主要是因为封鸟底盘 它能以每分钟三万次的高频率 扫描这个路面 调整单个轮子的扭曲动力输出 再加上它还有那自身转移 调节的电子悬挂和智能适时四驱 城市和户外路况呢 都能行动下雨的 这不愧是我一直喜欢的豪华品牌 这个价位啊 把智能的配置都给配上来 确实 你想有着这套东西啊 车上的敏捷度和驾驶响应 也得到了很大提升的 要么我说能在车上给你 骑一杯卡布奇诺了 这叫优雅永不过时 哈哈哈哈 过几天你离开上海啊 车留给我开两天好吧 那没问题 待会儿菜肚子一买吧 哎 那没问题 马上那个八音合计的包一下 哇 你这个太贪心了 前面快坐了 是这家没招牌的呀 这家店真的没有招牌 老板有位置吧 五个零 五个零 那你呢 你呢 你呢 老板我们点菜在哪里 点菜 上去点 这间火器好足啊 好喜欢 老板能配几天剪 特色菜大概有200多 除了我之外 所有的店都不具备有200多菜 不是特色菜 我讲上来的菜名 可能你第一次听到 从来没吃到过 但你要相信我 大爷的口气很狂妄啊 一会儿我打算给你上一课 听老板 听老板的 雪菜蒸大墨鱼 好 炒海螺 好的 虾你吃个油爆和虾 油爆和虾 现在历称了虾鲜味来 好的 双香烤肉 还有甜螺塞肉 可以可以 感觉你们一个菜都没点 不是老板帮你递 哈哈哈哈 这菜单我刚刚才发现油爆和虾140 价格不便宜 再会儿看看口味 好 好 好 有一说一样 我以为这么贵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量大 但是并没有 这是一个被炸的笋片 配上一些干贝什么的 这个笋 最好吃这个笋 你说好吃我就放心了 我一点都不看完 这我吃 数一数二好吃的油炸笋 这个虾 这个口味刚刚刚刚好 虾头一起吃巨脆 这道双口烧肉 刚刚老板说这个是油带鱼 就让你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 好棒啊 这个菜式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海草的这种香味 煎进去的 真的好吃的 铁螺塞肉 一看着就好吃 但是有一说一说分量真是少 有六个 这可不便宜 对 哇 这一大块 爆炸好吃 以我的口味来说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铃波菜 讲10号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差评了 家庭每一道菜都是精品 价格吗 贵 用的都是好吃的菜 比如这个待遇顶级是 对 我的推荐还可以吧 看下完美 我得多想起碗鱼饭